如果现在您能够和邓小平 能够和李鹏说到话 您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我觉得对邓小平我呢 当然不了解 只是通过他女儿的自传 他写的他父亲的传 我很能理解他们全家 在文革中受到这个伤害 他们对那种学生运动 或者是民主运动的恐惧 我当时就觉得真的是希望 不光是过去和现在都说 这一批的学生 我们的心里全部都是爱 没有黑手在我们背后 也没有仇恨 所以当坦克机枪过来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拿起枪来 或打石头来打拼 但是我们的原则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哪怕坦克过来 我们也不去反抗 我们也不去怎么样 当然现在我知道 这确实是一种基督的爱的精神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就是要这样表达 所以我们的绝食也是为了 跟他说我们不是来反对他 或者要打倒他 我们是来牺牲自己的健康 来表达一种爱意 来表达一种和平的祈求 但是他们可能理解到 就是说文革的时候 也有人在搞绝食 所以我们就很遗憾 当时如果他真的能沟通 也认为他不至于采取那样一个非常不幸的一个政策 最后导致那么多人的家庭破裂 然后丧生 造成中国一个非常大的历史的伤口 对李鹏呢 我就是希望就是 我希望他有一天能够早日的认识耶稣基督 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爱 我觉得这是代表我们天安门 这一代真正的精神上的诉求 好 那如果能够遇到赵紫阳的话 您要跟他说什么呢 我是想非常感谢他 我觉得他非常勇敢 虽然他当时没有能力站起来阻止这个屠杀 但是他拒绝来执行屠杀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非常值得就是后人来敬仰的 所以我就希望神来大大地保佑他的全家后代 还有其他的很多在六四的时候 有两千多的军人降领家庭都受了很多的迫害 我也希望还有整个六四这些受害者家庭 我希望他们知道 就是说上帝爱他们 我也每天都在为他们的家人祈祷 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 能够得到平安